喂妈 什么 我弟弟住院了 妈 我上哪弄那么多钱去啊 知道了妈 你先别急 这钱的事我来想想办法 行行 萱萱 怎么了 萱萱 萱萱 我想找你借点钱 我弟生命住院了 现在要做手术 急需一笔钱 你能不能借给我一点 萱萱 你呀要借多少啊 萱萱姐 你看你能借给我多少 你就给我拿多少吧 等我发工资了 我会还给你的 萱萱 你看 我的事情你也知道 我家还有两个孩子 这每个月啊 我的钱都剩不多 现在啊只有几百块钱 几百块钱啊 萱萱 我听说你婆婆挺有钱的 你怎么不找她借啊 对了 这你不说 我都忘了 我啊 回家找我婆婆借去 行 你呀赶紧去吧 行 妈 妈 妈 你可在帮帮我啊 妈 圆圆 你这慌张的干啥样 妈 你帮忙我 现在我弟住院了 需要八万块钱做手术 妈 你把钱借给我吧 赵圆圆 你这狮子大开口啊 开口就是八万 我去拿弄八万块钱你啊 没有 妈 这我能想到的人 就只有你了 你帮帮我吧 这个钱 我以后肯定会还给你的 我把钱借给你 你还能还我呀 你是不是 把我当三个孩子了 再说了 不是我不借给你 是我这手里啊 压迹都没这个钱 妈 我知道你手里有这个钱的 上次 你让我帮你取钱的时候 那卡里明明有十几万呢 妈 你就先借我八万行不行 先让我弟弟渡过难关呀 你想赌我的钱 不可能 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再说了 你弟弟生命关我什么事 你啊 再想想其他办法吗 想给我借钱 没有 妈 我求求你了 你就看在 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 把钱借给我吧 这一会儿 你养老 还有我和郝帅呢 我们会给你养老的吗 一家人 谁给你一家人呀 你要记住你都谁呗 你只是一个外人 妈 就算我是一个外人 你先把这个钱借给我 我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你听不到这话吗 这个钱 我是不会借给你的 再说了 你弟弟的死活 关我什么事 妈 你怎么能说话那么难听呢 那可是我弟弟 那可是一条生命啊 我说话 怎么难听呀 不愿意听 你就走啊 我说话 就这个样子 行 我知道了 我走 哼 香锅借鉴 没的没有 这可怎么办啊 这我弟弟 还在一夜躺着呢 这是原响怎么还不回来啊 怎么没拿钥匙进不去啊 这该怎么办啊 你能记得 都戒变了 我实在没有什么办法了 圆圆 你凑什么呀 好睡 这我弟弟他住院了 生病了 现在需要八万块钱动手术 我们拿不出来这个钱 什么 生病了 需要八万 这怎么办 这咱家的钱都被我用来投资了 哎对了圆圆 我记得咱妈的养老金有十几万呢 要不我和你一块去咱妈家 给她妈借点 好睡 咱妈呢 我已经去过了 咱妈不借给我 她说我是一个外人 什么圆圆 这妈怎么能说你是个外人呢 这你可是我媳妇 她的儿媳妇啊 圆圆 一会儿我给你一块去 还是别去了吧 不去什么不去啊 你怕什么 这不有我的吗 走 我给你一块去 走 圆圆 过来 坐 妈 怎么了儿子 我有个不好的事告诉你 儿子 什么不好的事 你说 你可千万别吓我 我呀 得了癌症 什么 儿子 你可别吓妈呀 这什么时候都是呀 你怎么没有告诉我呀 妈 我没骗你 我这个病啊 是我昨天查出来的 我呀 不打算治了 傻儿子 没有得病 你这混角色 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吓我干啥呀 妈 这刚刚是我不对 是我下证明了 你竟然愿意为了我这个亲人拿出全部的积蓄 去给我这病 那为什么圆圆这个亲人找你借钱 你为什么不建立他呀 她是什么亲人呀 她只是嫁到我们家的一个外人 妈 你别忘了 你也是嫁到这个家里来的 这难道说 你也是外人啊 儿子 你怎么说话呢 我可是你妈呀 怎么又成外人啊 对妈 你是我妈 但是这圆圆 是我媳妇啊 也是你的儿媳妇呀 妈 你现在不把圆圆当亲人 那是不是 等你老了以后 这圆圆 不伺候你 不照顾你 也把你当外人啊 妈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妈 我问你 这在你心里啊 是不是钱 比圆圆这个亲人还重要啊 如果是 那你啊 给钱去过吧 你啊 将永远失去 圆圆这个亲人 好帅 你别这样跟妈说话 圆圆 对不起 这没想到 我妈竟然会这样对你 这我妈不借给你钱啊 走 我们俩去找别人借 就算啊 我跪下 给别人下跪 也要把这个钱 给借回来 儿子 别呀 这都怪妈不好 都怪妈 一直糊涂 是我不对 给圆圆 说了那么多黑话 都是妈都说 我现在啊 就去给你们拿钱 让圆圆拿着 回去给她弟弟看病 妈 真的吗 你真的愿意把钱借给我吗 真的 妈 你放心 这个钱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圆圆 都是妈不好 你别再说 这个钱 还不还的了 我儿子说得对 这钱呀 真的美 我们的亲情重要 行啊 你们两个 在这里等着 我给你们啊 拿钱去 好 圆圆 这下 你弟弟有救了 谢谢你啊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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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